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 欢迎收看Friend YouTube Channel 今集是调走入门基本功的第三集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Stir 搅拌这个技巧 到底我们怎样去练习呢 首先开始练习之前 我们要认识一下Stir 这个调走技巧 到底会为我们的鸡味酒带来什么的效果和转变 Stir的过程里面会产生混合 气息和温度下降 而怎样控制它的水量气息呢 大部分的Mixing Glass都是透明的 所以我们很简单就可以观察到水平线的上升 就可以了解到底它溶了多少水在里面 当然也可以加上Tasting的部分 另外温度下降的转变 有些调走师也喜欢用手去碰住Mixing Glass的外围 感觉一下它温度上的变化 而简单来说冰粒的转速越快 温度的下降理论上就越低了 而搅拌的时间长短呢 就是用水量出来稀释的多与少了 讲一下Mixing Glass有不同的款式 这些是比较传统梯形的设计 现在已经有一些比较新的款式 是有一个嘴可以方便你倒出来的 另外巴根也有很多不同的设计 有长有短 怎样找到自己适合的工具 而帮助你去练习呢 如果在Mixing Glass上面的选择 我就不建议各位用一些 传统式的Boston style的Mixing Glass去做练习 用这些有嘴 而且里面的宽度比较大的Mixing Glass 你会比较容易些去学会这个技巧 巴根方面的长短 一般常见的是30cm和40cm 其实这个长短就真的非常个人的喜好 但是也要视乎你选择那个Mixing Glass的高低 因为譬如说可能一些30cm的巴根 将它放进这些比较大的Mixing Glass里面的时候 我们手指能够拿着的位置 只剩下这个位置 那么多 可能有些朋友就喜欢用40cm的巴根 那你选择拿这支巴根的位置就比较多了 首先第一样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如何正确拿着这支巴根的手指 大部分的手指都是用中指和无名指将它夹住 然后食指和手指是做辅助的性质 而手指尾基本上是没什么作用的 拿好这支巴根的手指之后 下一步我们就要知道 放在Mixing Glass里面哪一个位置 我们现在假设这个Mixing Glass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手标或者一个时钟 这样 即是说现在右嘴这个位置对着我自己 就是踏半的位置 而相反对面就是踏12的位置 下一步了 这一边是巴根的匙羹面 这一边是巴根的匙羹底 我们要将巴根的匙羹底部 放在踏12的位置 而这个时候也可以留意下 我将它放在踏12的位置 是放在Mixing Glass最底的位置 而不是中间也不是比较高的位置 是放在踏12的底部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 只是运用头那四只手指 主要是无名指和中指 食指和母指是做辅助的 我们试一下将它在里面画一个圈 开头的速度比较慢 慢慢我们就试一下加快 留意你的手腕和手肘 基本上是不会动的 只是靠你的手指 另一个重点要提提大家 我放了一支巴根下去之后 我的手掌呢 是保持在Mixing Glass的中心点的上方 而不会是去了这一边 或者这一边 或者这一边的 下一个步骤 我们可以试试加冰粒在Mixing Glass里面 我们记得加冰的时候 就把它慢慢放下去 千万不要丢下去 因为它的冰碎也会影响了 接着就是它的质素 再试一试刚才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 里面的冰粒 是不是好像一个车胎 或者好像一个洗衣机这样旋转 最后我们加适量的水在里面 加上水和冰在里面一起搅拌的时候 你就可以观察一下 看看里面有没有形成一个船窝的状态 这几个步骤方法 大家可以跟着去试一下练习一下 应该对你的搅拌搅拌这个技巧 有些正向的帮助 这集就到这里了 有问题记得留言给我们 下集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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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ggle 哪儿 没什么 粉丝 快街抣 冬角 碡 是 没什么 merciful 如